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保者似乎在知情的情况之下 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让家人领取保险金 连审案多年的法官都说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离奇的诈保案件 首先这几案件我们来看到 它发生在2008年 有一辆自小贺车 就这样子静静地停在台61线 往大圆的高架桥下 而当时凌晨三点多 正好有海巡署的巡逻人员 经过这个地方 觉得这辆车子在这个时间点 停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似乎很可疑 于是他们就凑上前 往驾驶座一看 没想到竟然看到这里头 坐着一名女子 她的满脸是血 而在副驾驶座的车窗 有一个弹孔 警方怀疑 有人当时就是站在 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朝驾驶座开枪 导致死者的头部重弹 警方赶到现场 第一时间她的疑问就是 死者的背景究竟是什么 怎么会遭到这种 刑刑式的枪决呢 民国九十七年十月十三号 晚上九点多 一通电话打进了派出所 这般远景接起了电话 但另外一头却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然后就划断了 是恶作剧吗 这一通神秘的电话 跟这一起命案有任何关联吗 十月十三号晚上 就是十四号的凌晨 海巡署 深夜巡逻的时候 路过这个台六十一线的这个地方 那就看到说有一部车子 路边停车 那驾驶桌的窗户也放下来 所以说永远看就觉得乖乖的靠间 一看就是那个 就是一个名词 就是脸上都是鲜血 实在感觉上应该就是死亡 一定是外力介入 因为是看从它的外观 就知道它应该是被枪击 那在副驾驶座的玻璃上 也有很明显的弹孔 所以说当然这就是 他发的一个案件 一定要通知家属 来的时候 我应该说只是给他看现场而已 结果他先生一个比较明显的举动 就是仰天长叫 但是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 警方说的先生 其实是死者的前夫 两个人在2003年就离婚了 不过离婚之后 依旧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他告诉警方 他的前妻在10月13号 晚上8点多出门 没想到竟然遭人枪杀 一对夫妻一前一后走进电梯 电梯门都还没有关上 他们就急着亲吻彼此 紧紧拥抱长达8秒时间 我们一般看到这个画面 觉得说这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妻 她是一个很顾家的一个女生 那她跟她先生也共同的创业 在经营这个超商 她是情杀还是仇杀还是财杀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从各个面下去 那情杀她的交往不算是单纯 可能也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婚外情仇杀的问题 那仇呢 感觉到她也没有什么样的仇人 那当然有一些债务的部分 债务的部分就是我们调查的重 案发地点地处偏僻 周遭没有监视器 警方只能从死者的背景展开清查 那派对所这边所做的笔录 就是有陈述到说 他是因为跟班所的某一家帮铺 有没有要跟他们借40万 要还利息的事情 那后来他说 他到外面去之后说 在关注桥 发现到有人跟踪 当天晚上当死者发现了 自己可能被跟踪了 就打电话回家跟前夫说 不过是谁要跟踪他们 难道跟那一家当铺有关系吗 被跟踪的话 当然是都会习惯性往热闹的地方开 尤其是你又这地方又那么熟的话 会往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去 那还是说遇到警车 能够跟警车按喇叭闪灯 那这等等的 还是说可以到户警的派出所去做求救 可是我们从整个通话记录里面的 基地台移动的位置 发现他竟然是一路往更偏僻的 大员的方向来移动 财杀的部分是非常有可能 那因为当铺在我们的民众的感觉 就是借你钱 拿高利贷 你不还钱 他就想办法要你还钱 那会用什么手段 那不一定 一笔四十万的债务可能引发杀机吗 警方在死者的手机里 找到了双方往来的简讯内容 传送时间就在案发的当晚 而每一则讯息自理行间都带着怒气 警方随即调阅当铺老板的手机机地台位置 结果竟然发现 这名当铺老板曾经经过案发现场的路段 难道他和这起凶伤命案真的有所关联吗 那后来证明说 他这样子的一个行进路线 是为了送他的一个情友到机场去 不管是当铺的人也好 他要送的那个人也好 我们都有找到 做了笔录 策划 都没有问题 那后来我们发现 他策划的过程 并没有向家属想象 会造成这样子的结果 并没有暴力相向 也没有恶言恐吓 当铺应该是为了要拿钱而已 而且如果是有增长在缴利息 而且才44万而已 还没有严重到说 需要把他枪挤掉 警方暂时排除了 当铺老板涉案的可能性 绕了一大圈 等于又回到了原点 因为案发地点 周遭没有任何监视器 警方只好继续扩大吊跃的范围 逐一轻查比对 他是不是有遇到恶煞 路上跟人家有不愉快 所以就跟着他从新北一直到大远 那路途中跟踪了之后 到底是为了要抢钱 还是说他是女生 他是不是为了射 从他家10月13号晚上8点多 离开他家的一路上的监视器 我们都掉 这一路上死者并没有和其他的车辆驾驶 发生擦撞意外 从案发的现场没有刹车痕迹判断 也不像是遭到的B车 被迫紧急停在路边 身上车上的财物也没有短少 驾驶座也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 综合以上判断 很标准 也没有任何刹车的痕迹 那如果说有受到惊吓的情况之下 你应该车门应该是守得好好的 那你为什么要把驾驶座的车窗 全部放下来 感觉死者是在自由意志之下 把车子停好了还打了P档 但他为什么要把车子停在 这么偏僻的地方呢 难道是为了要等谁 和谁见面吗 后来我们调到通联的过程里面 他还有最后一通电话是打110 那我们当然110的录音就很重要 他到底是跟110讲什么 结果他播给110这20秒 我们同事问他说 就是报了纸别之后 要等他回应 问了两次你都没有回应 那如果说你是受到被坏人追杀 你应该是很救命啊 干嘛 那警察就会依你报案的位置 会找叫附近的派出所 在附近巡逢 看有没有可疑的对象 这些都是一般人很正常的 有很正常的反应 但是你为什么就 这20秒你就完全都不出声任何声音 110你好 原来10月13号晚上9点多 那通沉默的报案电话 就是死者拨打的 但他为什么接通的电话又不说话呢 我们在想一般人打110通常都是很危急 或者是遭受到外力攻击的一个状况 所以接通之后都会迫不及待的 赶快求助或者是描述当时的状况 甚至如果他没有办法发音 我们从旁边的测音 我们可以了解到 大概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只是在这一通 好几秒的110报案电话里面 却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声音出来 他不是拨通就切掉 他不是手机被丢掉 或是被人家破坏 手机在城市现场 我们做了很多的查访 从他的电话簿 他的电话簿里面 179个亲朋好友 那我们就寻找这179个亲朋好友 那时候的大队长廖勋成 还要求我们早上8点集合 去三支 去做很多的查访 访问的手机电话簿里头 所有的联络人 拼凑了每个人的说法 警方发现 死者在生前 有着极大的苦恼 之前 17好的时候 他们夫妻有投资便利商店 从一家增加两家 一直增加到五家 后来可能扩充得太快 身体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所以说又从五家慢慢收到 最后一家 最后一家又因为是因为 曾经在搬中务的时候 发现女子在搬中务的时候 伤到她的脊椎 所以说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最后就全部收起来 脱离婚姻关系 那个债务就归到一个人 然后她先生可能还可以再 从事其他的经商的动作 她可以再去借钱之类的 原来像是女强人的小慧 她为了要给三个小孩更好的生活 白天经营超商 晚上当家庭主妇 蜡烛两头烧 一下子周转不灵 经济全垮了 原来死者生前激起了大约 一千四百多万的债务 有银行贷款 有卡债 也有地下钱庄 她向亲朋好友都借了钱 还倒了好几个人的会 据说她曾经跟亲友透露 轻生的念头 就此一了百了 难道是她开枪杀了自己吗 她的亲属都讲到说 她有想要自杀的一个念头 这等等的一些讯息 但是枪打掉 她的手也没有窝枪 因为她的手没有火药的 对不是她自己开的 火药残留是在他们的头上 问题又再一次绕回了原点 那到底是谁开的枪呢 开枪杀人的动机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种枪级的手法 我们很知觉的就是 这个是蛮专业的 那一般来讲 不要说开枪打人 因为我们枪拿起来要怎么开枪 并不是每一个人就知道 而且你要叫他打动物 他可能犹豫一下会开枪 但是打的是一个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手法 他枪手一定可能 会要有专业的训练 或是他本身就有这种前科 朝着头部开枪 这种类似行形式的枪击手法 警方判断凶手绝非寻常人等 可能是有受过训练 有经验的枪手 但一个寻常的辅导人家 怎么会按这种人扯上关系呢 但是就在警方还原死者手机里 遭到删除的简讯之后 发现了这对兄妹的这段对话 上辈子下辈子 这是在预告兄妹之间的诀别 令警方压抑的是 案发之前除了兄妹的联络 十分密切平凡之外 警方甚至发现 他们手机基地台的位置 在案发前曾经一起出现在大远 13号晚上发生 咦 怎么会在前一天 12号 他也有来大远 9号也有来大远 10月9号也有大远 而且10月9号来大远的同时 他哥哥也一起来 两个兄妹的基地台位置是重复的 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研判 9号他跟他哥哥有来 一起来 那12号那天他自己有来 那这个很可疑 而且我们了解的资料 不是说这一个礼拜两礼拜 我们是了解半个年度 这么长的时间 那这个习惯对一个人来讲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我们每天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但是你有脉络可循 那怎么可能会在你 几个月前完全没有 这种地缘关系 突然在事情发生前 的三天 四天 你密集地到这个地方 案发的前一天 10月12号 死者来到了案发地点 竟然从晚上的10点 待到了凌晨一点 在这么偏僻的路段 停留了三个小时 究竟为什么呢 甚至在把时间往前推到的 10月9号的下午 死者又来了 而且这一回他哥哥也来了 哥哥有承认说是 确实是一起来啦 那一起来 他编一些理由说是来 诸位义港买海鲜 10月9号是来买海鲜 那么10月12号呢 奇怪啦 那他为什么会来 那我问他先生 这所谓的问都有做笔录的 问他先生 那你老婆跟大元 有没有什么关联 还是说有没有亲戚朋友 在大元 他都说完全没有 他老婆根本不会来大元 在没有任何地缘关系的情况之下 死者为什么在案发之前 要密集地前往案发地点 为什么手上明明有手机 还要故意下车 拨打公用电话呢 那你的行动电话有电 我们判断一定是有电 因为后面的通缘都还有啦 手机不打你 会拿Seven的公用电话 打到他家 老家 然后他的基地台 我一直就在老家 死者深夜 打完了公共电话之后 又马上开车前往淡水 死者和哥哥约在 捷运站见面 除了他们兄妹之外 还多了一名男子 这三个人三近半夜 约在捷运站 究竟要做什么 他们讲的理由 当然是有点牵强啦 是说因为他知道 他妹妹的心情不好 说要去自杀 后来跟他讲一讲之后 约在诸位结印站之后 他们他跟发现 跟私信男子 就去那附近去看的工地 看什么树木 三近半夜跑去看树木 这里又听起来实在太奇怪了 警方继续追查这名男子叫做 试药宗还有枪炮潜客 发现他在案发之后 似乎特意隐匿自己的行踪 他出现的时候 小队长跟他说明 我们是哪个单位的 因为他的第一件件事 就是拿电话 打给 发现名字的哥哥 这个为什么你需要这样子呢 难道他跟这起枪杀命案有关系 根据警方调查 案发之前 死者的哥哥曾经给了试药宗 一张50万的支票 这笔钱是债务 还是酬劳呢 好 案子查到了这里 尽管警方发现 死者的哥哥 和这名私信男子的说法 不合常理 但是他们也没有进一步的证据 可以证明花彩会划了死 的确和他们两人有关系 直到有一个秘密证人出面 他说出了惊人的内幕 他究竟说出了什么呢 他哥哥有跟欠他钱的人讲说 等他妹妹的钱 保险金下来 要还他多少钱 为什么死者的哥哥知道 妹妹会有一笔保险的理赔金 让他解决债务的问题 难道妹妹的死 是一个密谋的计划吗 他这个债务 可能也有一段时间 所以经常性的 让可能家里 他先生经营的这个工作 也不是很顺利 然后外面的债务的压力 让他也一天一天地沉重 那他之前投了保险 两千多万吧 两千多万 对于他们家里的债务 确实是可以解决 死者还曾经神秘的预言说 大家以后看报纸就知道了 一件报之后 就会有钱拿去支付枪手的费用 警方因此大胆地假设 难道有人会为了炸领保险金 花钱雇用枪手把自己给杀了 让家人领到保险金 但这样的假设实在是太惊悚了 假设在生前我跟他朋友 透露一个很完整的自杀计划 就是他已经讲好怎么死了 要来炸领保险金 他已经找到哥哥 商量好 请到哥哥外面找一个枪手 到时候会有枪 会上报纸 这句话语 然后事成之后 他前夫就是 警方推断死者被钱逼上的绝路 如果可以用自己的生命 让家人领取到保险金 解除了债务上的烦恼 也算是让每个人 都能够解套的一种解脱吧 为了确保这个计划能够成功 他请哥哥雇用了一名 有经验的枪手 让他能够一枪毙命 一个妇女可能要找一个 去执行枪手 这样子 有些人连杀机都不敢了 怎么会敢拿枪去杀人 因为他哥哥是做杀石场的 做杀石场的部分 他所接触的人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元 找到了枪手 探勘过了路线和现场 一切准备就绪 10月13号晚上8点多 死者和前夫一块搭电梯下楼 这是两人此生最后一次的亲吻和拥抱 两人一块搭上了车 但死者的前夫很快 就自己骑着摩托车回来 大约晚上9点多 当天的监视器画面拍摄到了 死者的车子来到了关渡桥 应该要去淡水的他 却往西滨公路桃源的方向前进 21点40分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是在跟他老公通电话 那时候基地台位置就已经在现场了 后来就完全都没有了 后来当铺 他老公再打给他 就完全 他都完全就没有接 死者再也没有办法接电话了 警方推断 再打完110报案电话没多久 枪手就根据约定 朝死者开了致命的一枪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案发现场没有挣扎 没有紧急的刹车痕迹 钱财也没有损失 死者是好好的把车停下来 将车窗摇下 等待着这一发子弹来 你说你老婆跟你讲说 他被跟踪 那后来你又那么晚 打电话都打不通 那你至少要通知 警察 亲属警察 说我老婆不晓得怎么搞了 对不对 你告诉警察 你许先生你通告警察 他在关渡桥被跟踪 那被跟踪了之后 后来你完全就是21点40分之后 完全都打不通 那你看一直到 一直到几 12点13分 对不对 都完全都不通 都不接电话那你不就 你不就很奇怪吗 徐碧城当天晚上 打了11通的电话给华彩惠 都没接通 但是他却整个晚上 没有对外寻求协助 警方觉得这似乎不太合理 因此推断 徐碧城他是知情的 再加上访查期间 警方得知华彩惠 曾经向人透露 因为徐碧城是受益人 他早已知道 要将一部分的理赔金 付给华彩惠 还说 徐碧城曾经说过 希望能够和他互换角色 只不过徐碧城 并没有高额的保险 如此的推断 徐碧城 华彩惠和诗药宗三个人 皆时刻否认 华彩惠的母亲 更加不能相信 我妹妹那时候她 在做这个水果行 成立蛮不错 因为又是我大妹 她那时候是在安泰里面 做保险业务员 可能是这个因素 才会头发那么多 这个秘密座能开庭 开十多次你才不来 要开庭 来对证嘛 你都不再来对证对不对 用这样的让我们求行 因为平常是 我们都是各自出门嘛 那一天刚好是一起出门 那个动作只是夫妻间 一个拥抱一个亲吻 就要被解读成 就是诀别 这个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从头到尾就是不承认 这个案件 经过了那么多省的法院 都认为说 他就是加工自杀 而且以加工自杀 跟枪击的罪来判 都算是判中罪 他们还是不承认 这个画面 是华彩惠和他的前夫 最后一次的拥抱 结果被警方解图成是 最后的诀别 但是死者的前夫不服气 他说 这就是他和前妻 两个人自然的互动 欲加之罪 何患无耻呢 另外被指控 开枪杀人的实行男子 他也时刻否认犯案 而关键就在于 那一把开枪杀人的手枪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找到 不过警方却在车上 找到了这几张 被撕碎的字条 听起来一看 发现竟然是一张地图 上头还有一些文字 而这些图 这些文字 是谁画的和这一起命案 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他竟然被撕碎了 为什么又会回到车上了呢 他车内的摆放还都蛮整齐的 对 但是我们在勘察的时候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在车内有发现一些 撕碎纸张碎片 就纸张的一些碎片 他拼凑起来可能 大概只有两三公分 建方的大小而已 是蛮小的 隐隐约约还看得到 交流道 61等等 跟案发现场 有相当的一个 关系的一个字样 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隐约好像透露着说 你的车子要行进的路线 有时候说真的 这个案件是有计划 但是你千算万算 还是会留下一些证据 或许他认为说 之前写的什么交流道 60级线交流道 干嘛 你撕了之后往外丢 往外丢结果又挥进来的话 你或许没有注意到 结果它是掉在驾驶座的 门坝那边 有几张 有几张 又出去 可能是丢出去之后又会进来 就是那几张 那些字条又是他哥哥的字条 他哥哥有成人 后来也是一定要执行搜索之后 才会知道说 这个字条 就是那个字条的 从哪里来的 结果是在他哥哥办公室二楼 我们就发现到整叠 整叠的编条纸 是这家公司的编条纸 死者哥哥公司的字条 写着事发现场的路线 又撕碎掉落在案发的车内 而在案发的当天 枪手并没有明确地不在场证明 更巧的是 枪手在案发当天晚上 一直到凌晨 他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而至于付给他的枪手费用 也被警察查到了 所讲的过程里面 跟我们去做一些比对的证据是稳了 包括谁提供枪的 那案发之前的这个50万的票有两张 这个我们的收证 不是我们警察去 不只是我们警察去做这方面的收证 我们都有在经过检察官的一个呼讯 确认 在证据能力上得到法院的认同 从地方法院高端法院最高法院 法官经过审理 二审判处死者的前夫 哥哥以及枪手 分别六年 以及六年六个月不等刑期 至于死者的意外险 最高法院已经判决定验 保险公司无需理赔 在侦探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们内心也是无畏杂成 因为我相信 在小慧当时的心里 也是无畏杂成 因为我们觉得 以一个当妈妈的角度来讲 她面临到的是一个 金钱跟亲情的冲突跟挣扎 为了老公为了三个小孩的经济 能够把之前的欠债能够还清 而去牺牲生命 而且还事先来看了两次 第三次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举动 那跟她老公的离开 下一个小时就不在了 这样子的一个心里的一个强度 我是觉得还算是蛮让人家不舍 两个人进到电梯里面之后 当然就拥抱 然后那一个小慧 她是也类似安慰性的 在拍她先生的肩膀 而她先生也很爱怜不舍地 来拨动她的头发 那这样的一个画面 让我们联想到 是不是一个诀别的一个画面 以结论来看 她是为了要解决债务的问题 牺牲自己 那一般人是比较难去接受的 虽然我刚刚讲 她夫妻感情好不好 人家说感情可能不好 才会这样子 我觉得感情是好 好到要她牺牲自己 来完成她的家里的 解决她的家里的债务问题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跟我们一般的人性 是相违背的 我怎么会让我最亲爱的人 去走上这条路 好 接下来这起 照法案件的真相 则是拖了真相 12年才水落石出 这事情发生在2001年 当年的陶制台风 重创台湾 造成非常严重的灾情 而有一辆自小客车 被发现就翻覆在 这个海石平台上面 难道它也是因为风雨太大 而导致它失控坠崖吗 但是吊滚的是 当时车上没有人 也没有任何血迹的反应 搜救人员怀疑 从上头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难道没有受伤吗 那人会不会被海浪 给卷到大海里头了 甚至还出动了潜水人员 下海去搜救 但是却一无所获 这起看似单纯的翻车意外 却在家属出现之后 浮现了一个又一个 无法解释的疑点 当时那个车辆掉下 断崖的那个角度 大概三四十公尺深高度吧 它等于它跟断崖是成垂直笔 直接无动力的情况下摘落 并非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零线 这个零线的部分 它并没有一个相当的距离 如果你有速度的话 它当然会成抛物线 悬崖的零线 它就是太接近于边缘 并没有那种冲进 可是当时那台车的距离 就等于是垂直路掉落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先针对 车子后行李箱部分 做财政 印象中是大概三枚 不清晰的掌纹 它的位置 掌纹的位置 不像我们 开关车门的位置 开关后行李箱的位置 是比较高一点 它的掌纹是偏低的 等于就是比较低的重心 在推的痕迹 车子不是冲下去的 而是被推下去的 那会是谁推的呢 如果用一手推 就可能留下指纹 但关键的指纹证据 却因为被海风的 言分影响 无法分析比对 而同一时间 警方也还在寻找 这对夫妻的下落 有没有可能 自行脱困就医呢 但从这么高的地方 衰落下来 不可能没有受伤啊 吊诡的是 车子里头 没有任何的血迹反应 如果这么高的高度 有驾驶人或副驾驶人 在车上的话 衰落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所谓的转印痕 血迹一定会有 所谓的转印 可是车内完全没有 血迹反应 这就非常奇怪了 这就表示 两个可能就是 第一 车内完全没人嘛 第二就是 他这么高度下下去 车内的人没有受伤 那你会相信哪一种 现场种种的迹象都证明了 事发当时 没有人在车上 这应该是刻意加工 制造出来的最压事件 再回过头去联想 失踪车主的三个孩子 在当时第一时间的反应 似乎隐瞒了某些 不可告人的事实 因为他们急着 报失踪人口 而当时 九十年初八十几年 失踪人口通常是满 二十四小时 我们才做受礼的行为 他们针对这一点 好像有跟瑞宾所的同仁 就是起一些争执 所以我个人是好奇 以一个 以家人发生这种 意外的情况下 我们会要求收救 基于那一天又是台风 又是在海边的话 七十二小时的收救 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而不是急着要 报失踪人口 他并不是在乎父母 是不是发生意外了 而是急着要报案证明 甚至连后续的收救 他们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积极性 不然一般 我之前也在海边的派出所待过 发生这种意外的话 家人通常会拿 我们台湾人的习俗 家人也会拿着衣服 去插一根旗子 就像招魂一样的形式 这些都是基本上 一个常态吧 我们习俗上的一个常态 可是没有啊 就觉得他们就好像 把它当作是一个结束了 警方虽然怀疑这辆车子 有可能是被人推下去的 但是在车上却踩不到 关键的指纹 而保险公司后来 也陆陆续续理赔了将近七千万 这个案子还查得下去吗 他的态度很明显的就是 我有买这个保险 我父母有买这个保险 现在死亡证明也出来了 你就是要理赔于我 如果他安安静静地 在理赔第一次以后 就无争无习的话 没有那么多贪恋的话 或许就不会再追下去了吧 直到案发之后的12年 这个人的出现 让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 戴着口罩被押回台湾 他是许文彤 今年已经66岁 车祸失踪后的12年 许文彤竟然毫发无伤地现身了 我都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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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你们要洗啊 时间会证明很多事情 本来我也会一度以为 是不是自己判断错误了 还好事后找到人了 证明我当初的想法 2005年 他和妻子购买假证件 潜逃了大陆 隐姓埋名到了2013年 因为妻子病逝 在申请火化时 假证件遭到了公安的试破 为了让妻子能够顺利地火化 返乡归葬 他于是向台湾警方自首认罪 许文彤诚 当年因为经商负债 大儿子提议制造假车祸 炸领保险金 那千万钱花去哪儿 有愧对老婆吗 好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看到的是 在2017年的4月 有一名叶姓的妇人 和她的家人到大西去出游 结果失足摔落山谷 不幸身亡 当时第一时间 家属跟警方说 这名叶姓妇人 是因为靠在栏杆上面自拍 不小心摔死的 但是警方却从死者的手机里头 发现这个案情恐怕并不单纯 因为死者他在不同的日期 却在同样一个地点 自拍了同样的照片 这一点太诡异了 一般正常人不会这么做的 警方于是调出了 整条山路的监视器画面 发现了这一家人 他们竟然在两天之内 跑了三趟路 这根本不像是一般出游的行程 反而像是在执行一个 秘密的勘察计划 而死者的儿子和他的先生 很有可能就是整起计划的共犯 可问题是警方该如何找出 这个计划的破绽呢 大概在台西线7.5公里那附近 有人意外掉落到山崖底下 然后就请我去现场洗漱 搜救员悬空吊寡 但救上来这名妇人已经伤众身亡 警方初步勘验 现场是一个大约五层楼落差的边坡 还有妇然围着 这名妇人为什么会一个人掉下去 如果说没有记错的话 当初我们看底下有个金炉 金炉的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那边 就是我们看中间有点类似比较白色的那部分 大概就是跌入那边的地方 遗失到是爸爸叫了一声 对 然后我们一起走出去 自己拍照就可以了 他自己拍 自拍 他们一家人要到类似复兴乡去那边游玩 途径这个地方 好像是往生者身体不适 想要下雨稍微休息 那觉得这边风景不错 要自拍 就拿相机就从停车地方走到这边来 坐在护栏上面自拍 先生跟儿子便没有注意 然后听到一声 类似那个掉下去的那种尖叫声 然后他们才听觉说 往生者是跌落到坡坎下面去 然后才报案 这里的景色确实优美 路过此列游客为了拍摄美景 冒险攀爬护栏的危险举动事有所 那结果真的发生了不幸的意外 但家人说 叶志平当时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下车透透气 为什么他要走到对象的车道去 他的儿子 警方询问他 他是说他当时在玩手机 其实没有看见这个过程 刚好就好像是他先生 跟他一个儿子在那边 只是感觉就是会比较 没有那种情绪激动的那种表现出来 不是只家属而已 那种感觉是说 比较没有像亲属发生意外的那种 悲愤还是算是 叶志平家人在意外现场的反应 让到场的员警特别注意 但每个人情绪反应处理或许都不太一样 警方当时也没有特别怀疑 不过等到检察官相验之后 却发现了几个疑点 首先死者的坠落点和土墙之间的距离 有两公尺多 这超过了合理的范围 实者他在摔下去的时候 研判是带有点初速的 有往外仰或往外跳的动作 在掉下去的时候 你如果是有初速跳出去 或者是你自己掉下去的话 那个距离是有差别的 那你正常掉落 是不是会因为说 先身体哪部分碰到那个土墙 再掉下来或者直接掉下来 那再配合那个往生者 他身上有没有一些 类似插伤那些东西 来做一个推断 如果这不是一起意外 那么死者坠落地点 会更靠近土墙 而且身上可能还会有 其他的擦伤 但这起案件 以上两点都不符合 这让检察官起了疑心 当初检察官他相验的时候 他其实就有发现一些 可疑的地方 那他相验没多久 他就有来打电话 问一下我的意见 那我是有跟他表示说 我再回去现场看一下 那我回现场看一下 我发现那个地方 其实不太会是个 停留的一个景点 那再加上说 他们整个他先生 死者的先生 死者的儿子的行为 我觉得不稳而常理 所以我们当下 就和检察官讨论之后 我们决定这案子 要再深入追查 我们从所谓的台溪线 从池湖开始算 其实他们的边坡 到处都是有树虫 有树枝 只有在案发地的那一块 的边坡下面是没有任何的防护 没有任何的树枝 没有任何的树木 也就是说当你直接从那里 摔下去或跳下去的时候 是不会有卡到任何的树枝 任何的丛林 你可以直接掉落在硬物上 你只有那一块才有水泥地 其他的即便你发生意外摔下去 其实不会直接掉落到那硬地上 你一定是会沿着边坡 或被树枝 或被相关的丛林卡住 甚至减缓它降落的速度 这么长的一段路 就这么刚好 只有这个地点 没有树丛 只有水泥地 换句话说 如果叶志平 它是摔在别的地方 可能还不至于丧命 但为何偏偏 它是在这里发生意外 而且除了家属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 我们清查起来 其实是当时是没有目击者的 没有任何一个家属以外的人 目睹这件事情 巧合的还有这个意外地点 前后都有监视器 就案发地点偏偏没有 警方找不到其他的目击证人 也掉不到监视器画面 只好往前看 往后看 也许这些监视器画面 可以拼凑出什么线索 所以我们往前掉了一些监视器画面 发现案发的前一天的上午 其实他们就开着他们的车辆 就上山去了 这个我们有掉到监视器画面 他们在案发的当天的早上 又去过一次 所以在我们密集的调业情况之下 他这个计划 也就是说叶志平人正式掉下去 其实已经是上山的第三次了 就是两天里面上去了三次 案发当天是礼拜一 那礼拜一 通常礼拜一会去上山游玩的几率 本来就低了 又找了一个正在念大学的一个儿子 请他请假 陪着他们去上山 这个发现很不寻常 同一条观光路线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竟然去了这么多次 难道都玩不腻吗 真的是来玩的吗 更奇怪的是 当警方抢救了回死者手机里的照片 竟然发现叶志平他连续两天 都在这个同一个地点拿手机自拍 那他手机其实是跟着叶欣夫人 一起摔到了那个边坡底下 当时是摔坏了 但是后来我们有把他抢救回来了 那里面是 的确是有发现一些他自拍的相片 里面其实有两张照片 但是是一张是案发当天的 那一张是前一天的 然后我们看了照片之后 其实正常人自拍的话 你自拍会笑嘛 那两张照片都是没有笑的 这两张照片不认识从死者拍照的表情 或者是他拍照的行为 都太不正常了 而他的先生和儿子 也都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交代和解释 这违反一般人之常情的还有 警方调出了陈振贤的通年记录 发现他在太太发生意外死亡后的两天 他就打了通电话给保险公司 一般我们 尤其是自己的家属 你如果是有往生的情形 不论什么死因 你是不是会先把后事办好 为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因为这件他的家属 他的先生 他其实在往生没做 他就急着去做申请保险金的部分 那后来检察官也有去调阅 他的投保情形 发现说 他的确是有些保险金的问题 那后来有在指挥我们 和保险业者公司联络 才发现他有在短期密集间 投保的一个现象 对 那我们再深入一些追查 他投保过程的确 也有一些很可疑的地方 所以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死者 他意外之后 他身后是有一些 意外保险金的问题 所以决定先把这死亡 证明书撤掉 以免他拿去申请 检警的怀疑 果然一步步得到了验证 经过了调查 发现死者叶志平 他因为投资股票失利 激现了低下钱庄 大笔的债务 他甚至在自己任职的公司 侵占了2400多万的公款 结果东窗事发 等于是把自己逼入了绝境 我们在查的过程呢 其实他的家属是 他的先生其实是 一直跟我们隐瞒 他是有财务的问题 检警进一步的追查 叶志平总共投保了 三家保险公司 如果发生意外 一共可以获得 3400多万的理赔金 这不但所有的债务 可以一口气解决 甚至还有剩余的钱 可以使用 而这些巨额理赔金的 受益人 就是他先生 陈正贤 后来我们在询问他儿子的时候 我们是有突破他儿子的心房 那他才有承认说是 其实是他父亲跟他母亲策划 要利用这个母亲的死去 诈领这个保险金 经过几次的询问之后 儿子终于落泪谈成 他妈妈因为债务庞大 决定牺牲自己 让家人可以领到 千万的保险金 以这种愿意自己牺牲生命 去执行的这种诈保案子 少之又少 再加上县长 又有他的配偶在场 又有他亲生的儿子在场 那等于是后来我们追查出来 是他说服了他儿子 必须在县长做一个 最强有力的政认 等于是两个家属 都跟当时处理的警察 说就是意外 陈正贤其实是 叶志平的第二任丈夫 叶志平决定牺牲自己的条件是 希望陈正贤在他死后 领到李培金之后 可以好好地照顾 这一个他和前夫生的儿子 其实他们本来计划在前一日 前一日因为是礼拜日 他们就有要去执行 这个夹工自杀的计划 那因为可能因为 前一天旅客登山客比较多 他们没有这个机会 执行这个计划 再加上可能使得 他的当初的这个勇气 还没有累积到一定程度 那后来到第二天的时候 本来原本已经要执行这个计划 但是当天早上下雨 那下雨那边又不是什么 有景点的地方 那你要一直说在那里拍照 就不稳的常理 事实到了大概中午雨停了 他们又再上去一次 再正式执行这个计划 等到雨停了 叶志平他鼓起了勇气 坐上了栏杆 他拿起了手机 拍下了人生最后一张照片 就在先生和儿子的面前 他纵身一跳 试图以自己的生命 换取家人下半辈子的生活无欲 不过这起诈保案 最后还是遭到了检警试破 高院法官一帮助自杀 诈欺取材未遂罪 判处了程正贤三年有期徒刑 叶志平的刺子一年六个月 全案还可以像素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起事录 我上面讲我们才会的 感谢您的观看